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待在橘子里喂蚊子 而她一心想要打压的小外甥 却在隔壁跟锦花谈笑风生 殊不知推动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们 此刻正在密谋着 一场更大的阴谋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但小看了云湖的人民 更小看了老人家被崔向东的欣赏 但我们该给的 都给了 老人家也该满意了 你们觉得 老人家对崔向东的支持 只是在闭门晚餐上 请大家吃椒子大碗面 难道老人家还会继续支持他 往往没说话 不会了 这个支持力度已经足够大 如果老人家真要是继续支持崔向东 那么除非在明天的盛会上 出现胶子集团的元素 要不然 无论再做什么 都不可能超过闭门晚餐上 请打击吃大碗面了 那你们说 明天的大会上 会出现胶子集团的元素吗 不可能 真那样呢 真那样 必须得让崔向东身败名裂 让老人家知道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 破坏我们 唯有全盘拥抱西方文明 和西方全方面的接轨 才能带领华夏成为发达国家的决心 老人家的思想 还停留在以战争来争取和平的年代啊 哎 谁说不是呢 伤老和王老对望了眼 也是忧心忡忡 我们要想富强 就绝不能拥有崇尚暴力的思想 那样 会让西方朋友对我们警惕 拒绝我们成为新文明的一份子 但我们必须得做好全套的准备 比方老人家一旦继续用崔向东这把刀 我们该怎么把这把刀折断 该死的秦席人 该死的崔向东 苏家那些废物 到现在还没有把我捞出去 我再给苏家两个 不 最多半小时的时间 必须得把我捞出去 该死的天东一家 敢去昏我 这间屋子 是做什么的 一个临时休息室 今晚局里值班的人多 我不想在这个结果眼上 让人看到你给我送花 说一些没必要的闲话 才带你来这边 哦 我那个石漆仪呢 她现在被关在哪里 你怕她会在县局内受罪 我怕她在县局 受不了罪 你这个石漆仪 真的很漂亮 我敢保证 你要是看到她本人 也定会对她动心的 我是人 不是狗 啊 秦席人满脸的不解 她再怎么漂亮 在我心里也只是一条 到处发唇的狗 啊 她又在骂我发了唇 到处找办理的狗 而且这次还是当着人的面 骂我是狗 你说话 真难听 以后 不许在我面前 说这么低级的话 行 我听你的 谁让你 不但是我的老师 还是我的小姑姑呢 感谢你帮我打狗 哦 是感谢你帮我抓走苏黄的客气话 我也说过了 该给你献的花儿 我也献了 我还顺便尊称你一生小姑姑 总之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 现在给你给做点贡献了 嗯 你想让我做什么 趁着这间屋子里没人 让我放弃老师和小姑姑的身份 对你投怀送抱 让你投怀送抱 你呀 还是饶了我吧 没胆子的江湖 秦席人暗中撇嘴 转移了话题 我听说 你把电子血压剂的专利 无偿送给了苏黄 你怎么知道 我在天东医院 也有朋友的 我可是听说 苏黄去找素颜索要专利时 那可是趾高气扬的 甚至素颜 都被她狠狠讽刺了几句 就别提心里多委屈了 想到小素姐因此受委屈后 她心里有些 嗯 白白地送给她了 为什么要送给她 我能不说吗 不行 我有个不能对任何人说的把柄 攥在了她手里 嗯 这个把柄 不能告诉我 不能 要不然我就遭了一批 可你这次满足了她 就不怕她用同样的事 来要挟你吗 她不会的 如果她敢 我就弄死她 秦习人愣了下 抬头看向她 小姑姑 我就是开玩笑 你老人家可千万别当真 你不是在开玩笑 我能看得出 你刚才说那句话时 是发自你的本心 崔向东嘴巴动了动 没有再狡辩 她究竟攥住了你什么把柄 让你不惜对她心存 这么决绝的杀心 我刚才说过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但我可以坦白 如果她真的敢再用那个把柄 来要挟我 我宁愿丢关坐楼 我也会弄死她 崔向东 你知道你这个想法 一点都不成熟吗 你是一个官员 官员除了要履行 为民服务的天职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以身作则 绝不能去做犯法的事 尤其是杀人灭口这种事 那更是碰都不能碰的死穴 我知道 但官员也是人 也有自己绝不能碰触的底线 我的底线 可以被碰触一次 绝不能有第二次 她敢碰 我就敢杀 关键是她很聪明 能察觉出我那个把柄 只能对付我一次 以后 她都绝不会再碰触 秦细元对那个把柄 也越来越好奇 却也知道她怎么样都不会说的 难道你就不怕苏黄 会和你同归于尽 她和我同归于尽 你放心 就算她被十八个老头子一起 好吧 你别动我 我不是说脏话 就是打个比喻 总之 苏黄比任何人都要珍惜 她的生命 嗯 你说你从没见过她 只是和她通了两次电话 为什么会这样了解她 还很有把握的样子 这个女人 有野心 什么野心 她想以相将苏家的养女身份 来蒙取苏家的家属之位 隔壁的红群女人 也顿时就觉得心脏狂跳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她的话音未落 电话响了 请局 我来县局找你和崔向东了 你们不在办公室 现在哪儿 我们在 你在办公楼下稍等 我让崔向东过去接你 这是在你的地盘上 为什么让我这个客人抛腿 听到她的脚步声远之后 秦夕远走到墙边淡淡地说 把那个把柄告诉我 今晚我就放你离开 要不然 我让你为七天七夜的文字 少一天 我的琴字倒过来写 你越是想知道的事 我越是不会告诉你 有本事 你关我青年 秦夕远的嘴角勾了下 岔开了话题 就凭你一个养女 也敢垂涎苏家的家主之位 那是我外甥 胡说八道 那你相信 你再敢碰他的底线 他会不顾一切的杀你吗 我虽然长得漂亮 却也有脑子 适可而止 见好就收的道理 我比谁都懂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让你窃听 崔向东的心里话吗 你无非是想让我知道 他对我究竟是什么态度 以后最好别惹他罢了 呵呵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 以后还敢惹他吗 苏黄还没说话 秦夕远就转身离开了墙壁 你们怎么躲在这儿 这儿清静 娄小楼得知崔向东就在宪局的消息后 特意跑来这边 就是想仔细了解下苏黄今天下午 去焦子集团闹事的事 苏黄去闹事 是因为有某种野心 秦夕远看了眼崔向东 问楼小楼 小楼 你知道苏黄钻住他的把柄 夺走电子血压剂专利的是吗 他知道了 什么把柄 什么血压剂 哼 虚伪 这个苏黄为了钱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崔向东 你究竟有什么把柄 落在了他的手里 赶紧说出来 我和情局给你参谋下 也许就能帮你破掉他的威胁 小楼 你还真会装 哼哼